請你坐我來看看喔 不是這個 這個齁 一樣是輔助工具類的打開 就一個檔案而已 都...都...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那您看一下執行完了 這裡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 這表示你執行了之後就有四個桌面 可以給你用 可以給你用 那還有一個清醒 不知道老師會不會 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時候在開檔案的時候 下面的這個資料夾是不是越來越多 如果多到很多的時候 這裡不是會有那個箭頭嗎 然後你是不是要很辛苦的 在那邊切來切去的 有了虛擬桌面之後真的就不一樣 我們馬上來看看 你看假設我這邊開了好幾個 這樣子有時候你要找 是不是就比較不方便找了 我們來看一下點到這邊 你看我現在第一個 有沒有第二個桌面 3 4 我們把它按一下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你下面又是乾淨的 這裡是現在第二個桌面 那您就可以比如說我的文書處理部分 我在某一個虛擬桌面做 然後我的可能影像處理我再另外一個 或者上班 因為老師比較自由 如果一般上班族 偷偷在用MSN的時候我會用這個 然後工作用另外一個 那就切來切去就好啦 當然這個有快速鍵 這有快速鍵 所以這樣是比較OK 你在這邊做這邊的嘛 我在做這邊的 那需要的時候我就切回去 就切回去第一個還在 你看這邊的桌面是不是還在 這樣是不是你就可以把你的工作分門別類 那萬一有什麼情形 啊我現在做的這個 簡報我希望移到剛剛桌面去可不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我們來看一下齁 你看喔我把它點一下 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有一個叫做什麼 螢幕的管理有沒有 Screen Manager 我們就告訴他欸那個簡報 我想要拿到這邊來用喔 有沒有這裡是不是四個桌面 1 2 3 4 我就把它拖曳過來就好了 那我們來確定一下齁來 好我們到第二個桌面來看一下 欸簡報有沒有跑過來了 這樣是你在用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欸你可以切換 因為常常我們視窗會越開越多 比如說您上網 呵呵呵 開的時候一個 不玩的時候大概二三十個 因為有的會自動開嘛 對不對齁所以說 您在這樣子時候欸使用上 你就可以把你 有工作相關就整合在一起 使用上就不會覺得老是在那邊 喔等一下上一個下一個齁 又切得很累 欸這個就是所謂的虛擬桌面 好虛擬桌面所以您可以從這邊這樣去切換 好當然用快速鍵 呃所謂的那個快速鍵去切有沒有 Ctrl Order 1 2 3 也可以啦齁 所以呃 這個當然是不鼓勵各位老師做做不好的示範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你平常工作 我相信這樣應該對我們的工作效益是有提升的 好 所以這個 叫做虛擬桌面齁 虛擬桌面 那我就再把它拿回來一下囉 有需要就拿回來就好了 欸你看我這樣我的簡報是又回來了 這樣就會比較好用一些齁 這個是我們針對所謂的輔助工具類 跟各位老師做一些介紹的 等一下我們會來介紹這個 我先把畫面還給您 來您可以試看看齁